大家都知道 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 在上星期六已經在抵港進行一連四天的實地考察 今天下午就會返回內地 這個專家團來港實地考察 繼今年9月26日第一次兩地就住防疫工作的對接會議 還有11月2日舉行了兩地視像的專家交流後 第三次由中央派出的專家來到香港看我們的防疫工作 從而為盡快通關打好一個基礎 首先在這裡我必須要衷心感謝中央政府 對於我提出反映香港市民熱烈的訴求 希望儘快能夠有罪逐步地免檢疫可以回到內地 在訪港期間大家都看到專家團都是馬不停蹄 考察了很多地方 包括有一些在口岸的設施 特別是在香港國際機場 也看了我們的醫療的設施 包括由中央援建的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也考察過我們在築高灣和一些指定檢疫酒店的隔離措施 也差不多昨晚去到啟德社區回堂 看我們如何去做這些確診個案的追蹤工作 我知道他們也會看看我們的社區檢測中心 或者如果有時間去看現在正進行的疫苗接種的工作 在過程中我得知專家都很詳細去問我們每一個防疫抗疫的環節 在落實的時候的詳情 這次專家團訪講對於爭取早日逐步有罪通關是指為關鍵的 我非常高興在這裡跟大家公佈 我們在昨天已經收到來自港澳辦的通知 這是第二次兩地就住防疫的情況對接的會議 將在今個星期四即是後日就在深圳舉行 同樣地香港的團隊將會由政務司司長率領 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訊息 我是熱切期盼我們能夠早日向社會公佈 有關於可以有罪通關的詳情